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 就是让你这个application应用程序呢 怎么在怎么在他出现问题 或者说是被人为停止掉的时候 捕获到他的这个信号 并且可以有机会去通知管理员 或者说是写入一些记录 发一个web service一个请求 Restful的一个调用 甚至写一些日志等等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释放一些资源 最主要的是释放一些资源 这个是我给大家说 说超系统资源是比较珍贵的 在很多时候呢 你的资源不会得到立即释放的话 你的超系统的那个负担会越来越重的 所以说在很多7乘24小时这样的一些服务 服务里面 就比如说电信 比如说银行 他可能应有半年甚至是几个月时间要做一次主动维护 所谓主动维护呢 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操作系统重新起一遍 就是所有的服务器主机重新起一遍 那在启动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应急的主机提供服务 然后他们会发公告 然后告诉你现在主动维护 就比如说包括你现在用阿里云的时候 他也会定期定期会告诉你他们要主动维护 是晚上几点到几点 让你的程序会你的应用程序会被你的服务器会被停掉 然后他们重启完之后呢 会把你的应用程序给你启动起来 这个时候他会释放资源 因为因为程序用的多了 很多时候呢 你对一些开启啊 对一些缓存啊 对一些就是说CPU的缓存 内存的缓存 或者文件的一些东西 刺盘的碎片等等 这些都去进行主动去做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写的不好的话 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给大家主要来说一下 就是你的这个线程 当你这个线程 它里面出现问题之后呢 出现exception 这个时候呢 你怎么去 你的应用程序怎么去制造它 我们都知道你从一个exception 就是从一个线程里面 是抛不出异常来的 为什么抛不异常来呢 线程的逻辑执行单元放在哪里 它放在run方法 run方法的它那个签名 是不允许抛出异常的 那你只有在它里面 捕获那个异常 对不对 但是呢 当我在这个线程里面 它出现了一些run time的exception 出现了个run time的exception 可能我在计算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除以零了 我除以零了 很明显是一个exception会发生 那发生这个exception的时候呢 程序肯定就是 你这个线程可能会挂了 但是也不会导致 你的这个应用程序挂掉 但是你这个线程挂了 线程挂了之后呢 你最多只能在log里面去看它 或者说是你在你的控制台去看它 那你怎么能在外面知道 你这个exception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exception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去说的 线程exception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怎么去catch到它 就举个例子 然后呢我这边 int a 等于是 int d 等于零 就这两个是 然后呢 其中一个线程 干一件事是 啊 帅 啊 然后呢 比如这边 啊 这个不要 相当于我们把它run方法怎么了 给它 复写了 复写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 你的run方法里面 我现在不 呃 你的run方法里面是怎么了 捕获是抛不出来异常的 比如说我这边 我先休眠一下 啊 就假设我前面在做了很多事情 啊 啊 我前面做了大概有啊 五秒钟做了五秒钟的事情 你看 你这个异常能抛出去吗 你抛不出去你只能什么 truck开始 啊 你只能truck开始 然后呢 但是一些这是个显示异常 对不对 啊 这是个check的异常 还有一些uncheck的 就是run time的异常 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其中有一个计算 啊 会计算到什么呢 就比如说啊 我的result 啊 我的result 等于什么 啊 a出于b 对不对 result 啊 我这边可能会要计算这个结果 但是我在计算这个结果的过程中呢 它肯定会出现异常 对吧 出现异常 start start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我们我们怎么得到它这个出现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最多最多只能到这里看 看到这里 我们拿不出这个异常 这个异常是个什么异常 我们拿不出来 嗯 曲面五秒啊 它曲面五秒 啊 你要出现异常了 它说你是一个什么什么啊 数学什么什么exception 你除除这个东西 零怎么当分母了是吧 啊 然后就啊 出现这个一个exception 那除了这个exception怎么办呢 你只能在这里面去看 或者你在log里面看 反正你这个线程已经怎么了 死了啊 你是不知道它到底出什么异常 就是你程序 想去判断它到底出什么异常 你判断不到了 为什么判断不到呢 因为 在你这个run方法里面抛不出来这个异常 对吧 抛不出来 但是呢 我们的JDK 它给我们 就是 啊 thread 它这个API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就是说让你可以怎么拿到这个异常 比如说我在这边 比如说我在这边 teater set 啊 set 它有一个什么uncachedexception header 啊 uncachedexception header 这个 这个里面它就需要一个 uncached uncachedexception 就未捕获的异常处理啊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啊 class来的 啊 啊 它不是一个这个文件啊 它是一个类不类啊 啊 它是一个里面的 里面 啊 它在这里 它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啊 方法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什么 function interface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通过function interface 去做这个事情了 我们这边比如就叫 thread 对吧 一对对 啊 我们这边定义了一个它 是吧 我们定义了一个它 定义它定义完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可以知道 你的意义是一个什么样的 啊 你的意义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东西了 比如说 我这边 就 啊 把你的意义打出来了呗 啊 你是哪个异常 你是一个 哪个哪个哪个县程出现的 这个异常 啊 它出现什么样的异常 这边我们都对它进行了一个输出 是不是 对它进行了一个输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抛 这个意义到底是不是 这个意义到底是不是这个异常 对吧 它这个县程到底是不是这个县程 啊 它现在执行执行执行5秒啊 它大概就抛出这个意义 你看 抛出意义之后 它并没有打到控制材 就是说一个对战信息给你打出来 而是被我们怎么了 被我们捕获了啊 我们捕获了 你看它这个意义是不是这个意义啊 然后它的 线程是不是这个线程啊 是第3的0啊 然后它的优先级是这个啊 它复现成是谁啊 它的复现成是这个啊 这个也不是它复现成啊 这个是它的什么 threadgroup threadgroup是吗 啊 我们下节课要 要跟大家去介绍 啊 threadgroup 这个东西 大概花一到两节课的时间去介绍完 呃 这个就是 它给了一个这样的方法 让你可以去注入这样的一个 啊 接口啊 一个functional interface 啊 你看它是一个functional interface 啊 你可以有机会拿到是那个现成出什么问题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啊 东西 你可以去做啊 进一步的事情啊 啊 ok 这是关于啊 streader exception的东西 然后我们呢 接下来做一个好玩的 就是说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 叫啊print啊 啊 stack stack trace啊 就get它的一个stack trace 呃 呃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的程序在执行的过程中说是 哎 我这个方法被谁调用了 我这个方法被谁调用了啊 啊 然后呢 你自己能看得出来 但是你的程序呢 他他知不知道你可以去 用这个东西进行跟踪啊 比如说我这边写一个比较简 几个比较简单的 我这边有一些啊 有一个test1 啊 有一个test1 test1里面呢 它会去调test2 test2 啊 test2 然后呢 test1里面它有一个方法 啊 叫test 然后呢 它里面 其实实际上执行的是谁 test2的 test方法 ok 它这么一个调用关系 那 我在 test 定一个test2 test2里面呢 有一个test方法 test方法 test方法 好 现在我什么都不干 呃 然后在这边呢 我 调用一下test1 test1 test1 我把这个给大家住掉吧 啊 给大家住掉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来 又一个test1 点 test 对不对 那 我们来分析一下 test2 是被谁调用的 test2 是被test1 调用的 在test1的哪一行 14行 调用的 那test1呢 又是被谁调用的 被mine调用的 在mine哪一行 15行调用的 那我们这是我们肉眼可以分析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通过程序怎么就知道 我哪一个东西被哪一个东西调用了 啊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一个叫 啊 在thread它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什么 getstacktrace 啊就是打出一些战跟踪信息 对不对 啊 比如说 啊 current thread 叫get 啊 它里面 它拿出来东西是谁 它拿出来东西是一个stacktrace element的一个数字 对吧 它拿出一个数字 我们对这个数字进行一下分装 啊 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啊 as stream ok 啊 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把它变成一个stream 哎呦 sorry 对 然后呢 我们不想要它的这个field 不想要它的那个 呃 native方法 对不对 native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边它拿出来 这个里面其实是个什么 stacktraceelement 啊 我们就可以叫e吧 啊 e 然后呢 e e.is act 就我们不想要这个 我们filter完啊 啊 剩下的就是我们去for each了 for each 然后呢 也是e ok 然后呢 optional.o ok optional.o 然后呢 e.get 啊 比如说我们先get它的class name 啊 class name 啊 class name 啊 它 加一个 一点 get 啊 它的这个是在 哪个文 哪个调用了哪个方法啊 啊 然后再 打一下 打一下 一点 get 是吗 get 那一行 ok 来导出来 这个 然后呢 把它输出出来 ok 输出出来 嗯 没问题 那我们来 测试一下 在他这边跑一下 看他输出的情况是什么啊 我们经常在我们log的呢 那边出问题之后呢 会 会看到什么 会看到啊 在哪块哪块雕用的 也信息 来先看 在 test2的 先是在哪调的 先是这个mine appmine appmine 是 是我的rdea 我的rdea去 我的rdea去 呃 执行的 然后呢 他这边就是什么 inwork inwork inwork呢 这是他啊 他的什么反射的啊 这个messor 去调用啊 这个我们不管了 我们先看 我们的mm m函数在哪里 啊 在这边 他在就是我们的这一个class 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对不对 我们的mm函数在这边 这个类 啊 这个类 这是类的class的name 然后呢 他的方法名 在他的m方法里面 调用第几行 第15行 然后呢 往上走 看到没 我们 他去调用了test1 对不对 test1的第几行 第14行 紧接着呢 去调了test2 test2的哪一行 第14行 第14行调的是谁 他这个test方法 对不对 调的是谁 调的是他 getstacktracks 对不对 调的是他 调的是他 好 这就是我们stack getstacktracks getstacktracks的一些 啊 信息啊 啊 我们经常看到log4j啊 或者是 啊 刚才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先住掉 然后看一下刚才人家的 他输出的这个exception 好 我们把这个打开 我们把这个打开看一下 呃 他输出的那个exception 是和我们和人家这个东西比较像 那没有start 哎 你看 他是不是一个一个去跟上去了 对不对 然后他是先 不过他是怎么到来的哦 啊 就是说在你这个20行啊 对这块 对吧 啊 然后呢 这其实 这这其实是lambda的字节嘛 就是 就像我们的匿名类不类一样啊 这样 他用的run啊 等等的 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对战信息啊 stacktracks啊 这样的一些情况 和我们刚才这个是比较类似的 呃 这就是关于 这一节看呢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关于就是呃 如何通过这种植物接口的方式拿到 嗯 你stress里面执行出现的一个异常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其实可能你在工作当中不会用啊 我也没怎么用过 啊 就是但是他stress 他却提供了这个API 啊 我们就可以啊 看一下啊 好